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成了祭祀供桌上的神灵 人们怎么会吃猫呢 古人造的这个猫字也很有意思 一个犬字旁 一个和苗的苗 这也充分说明猫是庄稼丰收的保障 因为猫可以吃掉田鼠 田鼠是农耕时代庄稼丰收的天敌之一 人们常常无能为力 而猫则扮演了除害的重要角色 因此人们是绝对不会吃猫的 另外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说 猫的骨头 牙齿 皮毛都有一定的医药作用 那么这么有价值的猫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吃呢 《本草纲目》中又记载 然 梨肉入食 猫肉不佳 亦不入食品 猫是以老鼠作为食物的 身上带有细菌很多 这点李时珍也曾提到过 猫有病 以污药水灌之 肾凉 是传薄荷醉猫 死猫引竹 物类相感染耳 李时珍在使用猫入药的时候 都会先把猫用药物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处理 另外 猫咪相对于其他动物更加敏捷 而且猫咪的嗅觉与听觉极为敏感 同时 猫的体型较小 几乎全都是瘦肉 古人以肥肉为尊 瘦肉是被排斥的 所以冒着被猫抓伤的风险 加上很久才能抓到一只猫 这个性价比很低 因此 虽然也有人尝试着吃过猫肉 但是猫肉的确无法像其他动物的肉一样 被广泛食用 另外 猫这种动物一般是在夜间活动 是一种很灵性而神秘的动物 在民间的一些故事当中 就有一些关于猫的 称猫的眼睛可以看透阴阳 还有什么猫有九条命之类的 古人生活的年代没有什么科学概念 大家都是迷信的 这些猫有时还作为邪恶的化身 不说猫肉不好吃 即便是可以下口 古人也不敢 万一被什么邪恶惦记上了就不好 猫被冠以可以通灵 与佛教有关 据记载 佛在给弟子讲经时 有一只猫蹲坐在佛座下 也在静听佛法 有弟子问 难道猫也能听得懂吗 佛说 猫有灵性 其命有九 人只得其一 故猫之灵性 淑妃 人类可及二 这就是猫有九命之说的来源 而人类只能拥有猫的一条命 猫被妖魔化 还与武则天有关 据记载 唐高宗里去的王皇后 萧淑妃被武则天做成了人质 王皇后甘愿受死 萧淑妃则破口大骂 意思是说 武则天你这个狐狸 性情独辣无常 我来世要转世为猫 你武士转生成老鼠 我要用利爪掐住你的喉咙 以报此仇 武则天被这一咒语吓住了 此后命令皇宫里不准养猫 而武则天常梦到萧淑妃 披头散发变成猫的样子锁命 就请巫师做法来消除魔道 还命王皇后的族人改姓为蟒 蟒蛇的蟒 萧淑妃的族人改姓为萧 萧雄的萧 全部被流放到的岭南地区 那么为何萧淑妃要变成猫 而不是狗或其他动物来锁命呢 这是因为至少在唐朝之前 猫就已经被妖魔化了 一则是猫有九命 失去一命尚有八命 萧淑妃的意思是 一命没了还有八命可来报仇 二则是猫白天睡觉 夜间活动 白天数羊 夜间数阴 于是猫就成了可来往于阴阳两界的动物 萧淑妃的意思是 虽然死后去了阴间 但随时可以回到阳间报仇 通过萧淑妃的咒语 基本可以得知 猫是通灵的动物 因为有九条命 所以可往来于阴阳两界 其实这一说法也与西方的种种传说相暗和 中世纪的西方巫术当中 猫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具 根据以上所说的 可想而知 中国人是不会吃猫肉的 有人说猫肉是酸的 但是我听胆子大吃过猫肉的朋友说 其实猫肉并不酸 猫년语 感谢观看